自从修赛季,安东宁宣布将会加盟火箭了以后,火蜜顿时感觉一阵痛快,毕竟有了这样一位超级得分手以后,再想让火箭再细绝这样的舞台连续打出27中零的数据已经基本不可能了。 但是也有不少专家媒体已对安东宁的到来表示担忧,毕竟之前他的潜力认冬甲就已经吃了这样的亏,决定培养他多年最后还是无法将他挽留。 在尼克斯他又是球霸一样的存在,绝对的球权,绝对的战术核心,但是最后依然是他老乱更衣式氛围,动用霸王条款要求交易。 来到雷霆又无法使雷霆散剧头产生化学反应,使雷霆上赛季的战绩起伏不定。 所以安东宁来火箭是不是火? 我们还真的不好说,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,安东宁确实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超级得分手。 他也确实有能力在NBA有力足之地,至于他的未来该如何开发,如何把他的能量最大化利用,恐怕需要球队,教练组以及他自己都要有各方面的调整才行。 而最近一系列事情的发生,也表明了火箭队对这名星员非常的重视。 火箭官方和多名球员也在用实际行动,向安东宁,表明他们愿意帮助前光虫版低风,相信下个赛季的安东宁会非常舒服的。 夏天刚开始,他还没来火箭,保罗就热烈邀请他来一起训练,私下里他们本来就是要好的朋友。 保罗的上情邀请,让钱光的心里暖暖的,又是几天的训练也让安东宁收获颇多,心赛,记最初的磨合,我想就是在这次与保罗的一起训练中开始的。 接着刚来火箭,他与莫雷合约谈判,的一个焦点问题,就是手法与剔毒的问题,虽然最终莫雷没有承诺他应有的手法位置,但是莫雷表示在球队最关键的时候, 不会让他坐在冷板凳上的,别的不说,就这一点上,火箭已经给了安东宁最大的尊重。 要知道安东宁虽然在雷霆打着手法的位置,但是一到关键时候雷霆主帅就把他按在板凳席上,这也让他很不高兴。 刚加盲火箭,所有火箭队的成员就开始疯狂,向这位多年的NBA老家献烟情,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。 哈登为此更是直接,发了一天微博来庆祝此事,可以说人刚到,他受大家欢迎的程度还真不小,显然大家并没有一直盯着他去年的低迷表现不棒,反而是对他新赛季的到来抱有十足的希望。 不久后,哈登宣不久月初,想带领着火箭队的弟兄们,在渡前往巴哈马训练,此举也意味深场。 不仅是为了帮助刚来的安东宁等人一起磨合,也差不多是为他们新赛季全新的巴哈马无效做的准备。 新赛季火箭阵容里多了一个安东宁,相信他们的死亡无效为胜利,肯定会比上赛季大许多。 但是现在他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抓紧时间磨合,对于钱瓜来说,这无疑是新赛季全努力融入火箭的最好准备,然而这还没完。 钱瓜刚来火箭,塔克和格林在媒体面前,对他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,赛季还没有打响,塔克和格林又已经先后替上赛季的安东宁喜败,并且表示安东宁是一个伟大的得分手。 新赛季对他的导篮表示热烈欢迎,新赛季虽然还没有开打,但是火箭队为他做的这些事情,有哪些是没谱的? 火箭队之所以强大,并不是靠我们吹牛吹出来的,光是看看他们对待一个球星的态度,就可以看出来,他们对人才是多么的重视,他们的营球文化也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培养扩大出来的。 安东宁来到这样的环境里面,下赛季怎么可能不会重返巅峰?下赛季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啊, run as one.